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叙利亚政府军目前已经控制了全国60%的领土 拿盘军分子唯一还控制的地区 就只剩下了伊德利普 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 今年4月 俄罗斯联军曾发动了对伊德利普的军事进攻 在收复了伊德利普南部重镇和血红后 俄罗斯两国宣布停火进行修正 但就在近日 俄罗斯联军终于又重启了伊德利普战役 并且捷报频传 据土耳其阿南多鲁通讯社12月22日的报道 虚内战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俄罗斯联军再度发起了针对伊德利普的军事进攻 报道称 驻叙利亚赫美米姆空军基地的俄军战机当天大举出动 对伊德利普省的多个城镇进行了猛烈轰炸 导致至少5名叛军分子在控制中身亡 事实上 这仅仅是连日来俄罗斯联军对伊德利普地区发起的又一轮打击 就在11月21日 俄罗斯联军就曾对伊德利普省 拉塔吉亚省等多个地区发起了猛烈的突袭 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 据其此次轰炸行动 使得俄罗斯联军近段时间的攻击波次打到了19次 伊德利普省东南部更是被突袭了32次 在不间断的攻击行动的配合下 俄罗斯联军的地面行动取得了丰硕的进展 据法律社的报道 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 叛军遭到了俄罗斯联军的重创 在空中火力的压制之下 叛军没有丝毫反击的能力 最终在丢下了大量的尸体之后 不得不狼狈逃窜 而俄罗斯联军则成胜追击 成功收复了25座大小城镇 并正向着伊德利普核心区稳目推进 在隐忍数月之后 俄罗斯联军突然发起解放伊德利普的战斗 有分析就称 实际把握得非常好 众所周知 伊德利普之所以迟迟难以攻下 就是因为叛军背后有美国和土耳其的支持 而在土耳其发动针对库尔德的和平之权军制行动后 由于美国选择撤出 导致叛军大量转投土耳其 但如今土耳其一方面陷入与库尔德人武装的游击战 另一方面由于土耳其贪贪心 还卷入了利比亚的冲突当中 两线作战使得土耳其是自国不暇 因此面对俄旭联军大举进攻伊德利普也是有心无力 面对旗下的联军损失惨重 土耳其或许会不当初 但是这也怪不了别人 只能说自己太担心 而对于俄旭联军来说 如今战机已经出现 因此俄旭联军势必还会加快进攻节奏 因此伊德利普这最后一战 或许比想象中要提前结束